而国安基金5000亿的银弹上唐 看到这台股这个礼拜呢 在急跌之后上演了跌升反弹 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上涨 也出现了有500点的下影线 包括了605的台速化 还有2882国泰金等等15档 政府基金强力护盘的个股呢 在昨天表现也都是强过台股 单日0.52%的涨幅 而这些个股的共同特色就是三高 分别呢是占台股权重高 现金殖利率高 还有上半年每股税后盈余EPS也高 而整理出来 这具有三高特色的15档的个股呢 提供给你做参考 同时我们在下方放的是 这个三大法人的进出 方便您在这个观察 每档个股敲出来的时候的做比较 那么首先呢是605台速化 市值的占比2.828% 上半年EPS2.71元 殖利率1.065% 另外呢2882的国泰金市值的比重2.483% 上半年EPS3.26% 那么在殖利率的部分呢是3.711% 而1303南亚的市值的占比呢是1.947% 上半年EPS2.59元 殖利率3.387% 1301的台速的市值占比1.805% 上半年的EPS2.28元 而殖利率则是2.411% 另外呢1326的台化的市值占比1.644% 上半年EPS2.34元 殖利率1.619% 而看到食品龙头1216统一 市值的比重1.420% 上半年EPS1.6% 殖利率则是来到了2.456% 另外在电子股当中2382的广达呢市值的比重0.955% 上半年EPS1.83元 殖利率6.173% 4938的核硕的市值比重0.920% 上半年EPS4.29元 而殖利率4.542% 再看到是2357的华硕 市值占比0.912% 上半年呢每股赚了11.23元 而殖利率也是超过了6% 6.273% 而2207的核态车市值的比重0.784% 上半年EPS10.04元 殖利率2.515% 2892第一斤的市值比重0.777% 上半年EPS0.82元 殖利率3.694% 而2105的正星呢市值比重0.744% 上半年EPS2.01元 殖利率则是有4.747% 而1402的远东新呢市值比重0.655% 上半年EPS1.26元 殖利率3.81% 仿制股王1476的如虹 市值比重0.577% 上半年每股赚了6.48元 而殖利率是1.86% 最后看到2395工业电脑延华呢 市值0.565%的比重 而上半年EPS4.01元 殖利率则是2.5%